我是陈 我我 我现在好嘞 360那个中 我说 咱俩下来吧 你下不来了 我现在下不去 就在这吧 蹭一包流量 大家好 我老我老 我是你们的高尘先生阿泽 然后现在给我设向的是谁 炮虎 高尘案青年齐聚第五年 我们回到了北京车展 那今天我们就过来看一看 我的任务很简单 找出在中国 可能卖的目前比较一般 但是在美国绝对可以斩杀的车型 我的任务非常简单 我替我的好朋友来找一下邱晨同学 谢谢大家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就是道朗阁这个展台 汉马EV这车咱们国内多吗 没见过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拍的华人的测评多吗 没见过 那行 那我回去就安排 说好啊 随时 这说之前加价之王 所有电车里边的加价之王 但是去年 去年之后降下来了 但是也要15万美金以内落地 15万美金 算是非常贵的一台车了 国内奇亚和现在 这个韩国车已经不是跟以前一样 那么受到关注了 在美国什么情况现在 我说句实话 在美国因为咱们没有 咱们中国车 这个新能源席卷的缘故 美国的奇亚 咱们现在的纯电 比如说这个EV5EV6 然后包括现在的IONIQEV5EV6 什么的 卖的还不错 还不错 都是免贵强能进前10 前15的销量的新能源车型 那中国的新能源 咱们进去是不是全斩评了 斩杀了 斩杀了 在中国卖的一般 在美国能挺横着走的车 随便一台都是 斩杀了 30台都能找出来 售价15万 20万人民币 这个区间的 在美国我觉得都可以卖到 大几万美金吧 四五万美金 但是有没有人买这个 需要做市场 但是产品力来说 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比特斯拉便宜 比特斯拉便宜 就肯定没问题 因为这也是现代 就韩国品牌 现代和企业的新能源 在那边的策略 智杰26 这是一个23万到33万的车 我惊了兄弟们 就是这一套作业的就是 就是给我一种 如果是在美国市场的话 这台车我觉得轻松卖上5万美金 就是它是一台可以跟 我前段时间不是拍过 Lucid Air吗 那个车要10 就是售价10多万美金 最便宜要9万多8万多 但这台我就感觉 它的内饰的质感设计感 包括外观的这种年轻化的感觉 比那些车都好 你看它这后座椅 它有一种那种很八宝的感觉 就是很材实感 就现在在整个的 美国的市场里边 很多上班族的女性 她们不知道该买什么车 真的不知道 只有毛老三 你想买一个女生看着 一眼都爱上了外观的车 有吗 没有Mini Cooper 以外美国就没有一个车的 就是车机能做到多么的顺滑 多么的智能 多么的好用 怎么下车 长城山野炮 你看一眼这个内饰质感 这不是一个二十万三十万的那种感觉的车 真的 你看 对不起 你看前面这个引擎盖 就是非常像福特 F150 Raptor的中间的那块 它也给你一种这种感觉 然后视野感差不多 视野感也差不多 对 但是它的内饰很豪华 除了这以外 你没有一台皮卡 就是在美国的皮卡 会有这种 我希望 小海炮就这个样子的 就这种镀铬 然后这种亮晶晶的 然后这种仪表大屏 就所有这些东西 黑黄配色的内饰 肌皮 我希望这些东西能打进北米 后培你看很宽敞后培 真的 别人会有50宽敞吗 真的 我是长的 我 我新娘的 360那个中 完了完了 咱们怎么办 那这车很明显的给人让过吧 没事咱们别下去 不要动 不是 我怎么我后边动了 我后边围起来了 我围起来了 这长长 老板在聊吧 介绍这个车咱俩下来吧 你下不来了 我现在下不去 下不去了 怎么办 没事 就在这吧 蹭一包流量 我希望我有效能试一下 我这个回来很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试一下小米苏7 包括极克雷辰7这些车 但是现在来看人家雷布斯 我甚至连挤都挤不进去 不光是中国人 很多外国的这个同业人员 都会想进来看一看小米 就像你说的 拿尺子量 以前是咱们中国的车企 拿尺子去量别人的车怎么弄的 现在是反过来了 对吧 他们拿尺子量咱们的车 然后其实我之前有看到过 在因斯上刷了这么一个帖子 就是一个账号 他说人们看到三万米金的小米的汽车的内饰的质量的时候都疯狂了 结果当时评论区一堆外国的这个键盘匣就开始了 他们这肯定一年以后就坏了 说什么续航 你别看他跑多少 肯定只能跑一百多公里 就这种 就是无脑黑 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不光是美国的网友 就是那个下面有很多就是各个国家的预言 大家知道有很多所谓的发达国家吧 其实很多的车迷用户 他们是很固执的 他们是非常固执的 就是一群草民 就是一群极体之娃 他们没有真正的尝试过中国的新能源的产品 但是他们就会用一些固化的东西去说 因为是中国产的 因为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 然后就故意的去无脑黑 但其实他们每天在用的都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 我希望有一天 你真的能在洛杉矶的街头 美国的街头 开上小米 开上理想 开上蔚来 去告诉他们这个车是怎么样了 那是我的梦想 就停在比复利街上 让这些人上车体验 对 Made in China 那是我的梦想 但是没有人在美国开过 对吧 没有人在国家开过 就我所认为没有 我真的希望能做成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如果有机会 你能帮我搞定这事 这些无脑拍眼就 你必须要有产品打他们脸 对 对吧 所以呢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首先我认为 在美国绝对会登顶车型 你说 山海泡 智姐L6 然后再就是小米苏7 你继续找你的秋晨吧 秋晨太难了 如果这条视频在这就结束了 说明他没有找到秋晨 没有没有 我不能帮我的朋友 找到秋晨了 这很遗憾 行 希望大家要关注点 按照给朋友看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也去吃午餐 我们判了一上午的这个 中午就想吃个汉堡 这个回国也没落着吃个中国的 可能就没汉堡 根本不可能 吃不上 比小米人多 吃不上 完全吃不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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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